鏡頭轉到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政府二十三號 宣布外號奧托尼爾重大通緝犯 海灣幫的幫主 烏蘇家已經入網 總統杜克表示 這是本世紀該國最成功的 企毒行動 這次的執法 共出動超過五百名的軍警 來圍捕 雙手上鋼 低著頭部發一雨 一旁軍人持槍重裝戒備 他是哥倫比亞的重大通緝 藥犯 外號奧托尼爾的毒犯 烏蘇家 歷經超過十年的逃亡 後終於落網 路透報導 奧托尼爾今年五十歲 是游擊隊員出身 後來成為販毒集團 海灣幫的幫主 旗下約有一千兩百名 武裝成員 大部分來自前極右派 非法軍事組織 在哥倫比亞相當活躍 警方表示 哥國二零一六年 展開奧托尼爾的 棄捕行動 逮捕並擊斃 數十名海灣幫成員 查棄金錢來源等 逼迫他近年經常處於逃亡狀態 各國政府懸賞三十億批索 約兩千兩百萬台幣 獲取有關奧托尼爾的線報 美國也以五百萬美元 約1.3億台幣的賞金 要捉納他 奧托尼爾是在安迪奧奎 奧奎亞省的烏拉巴地區被捕 這次執法共出動了超過五百名軍警 二十二架直升機尾捕 過程中一名遠近不幸喪命 公視新聞林笑如編譯